讓你理解它到底在幹嘛 剛剛小小問題我順便先把在這邊解決掉 這個布料它折反了 我本來應該折在正的地方 變成反折,兩個交錯了 會發生這個原因的問題是 原因是因為我們當初這個布料 我並沒有把它的位置對好 沒接嗎? 好,有接 會發生這個原因是因為我這個地方是沒有對好的 所以它就變成是它在折的時候 它可能把它先縫上去 然後再折過來 變反折的效果 就整個反過來了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來回去 你可以最好試 其實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 把這個東西先翻轉過來 然後移動工具把它拿下去 先把位置對好就不會出事 你看這一塊就不會出事 有沒有 好,那其他這幾塊我要把它修正回來 就是它其實縫的是對 但是它折的時候它反折了 那怎麼辦 我這樣子我先把它暫停模擬 我會先把這一塊這一塊 這兩塊中間的整形的部分 這邊先把它3D服裝 這邊會有一個冷凍 冷凍的意思是說這一塊完全不會動 只有邊邊會動而已 好,模擬 然後模擬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把這個布 開始拉 好,開始去拉扯 把它的方向拉扯成相反的方向 把它反折回來就對了 好,這邊沒封好 好,這樣封應該會比較麻煩 簡單來說是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它的反正反的方向 給它做反相反的這個貼凍 或者是,這樣子好了 先暫停 這個我已經做好了 可是我的方向有一個相反的 我把上面的,朝上面的部分好了 都選一選 先往上移動 先拉起來 再重新模擬 這樣就回去了 這樣就正常了 這樣看得懂的意思嗎 所以它的自由度 其實良心講 比max高很多 max 你鎖死位置 它就要改 要全部close丟掉 那很討厭 好,那 回到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把它存檔 好,對 我順便講一下 我這邊 假設我已經縫好了 對不對 全部解凍 解凍 解凍 一插都可以 我是倒obj obj 然後 pillow 好,好 它問你這些板塊 要不要全部都輸出出去 要不要合體 要不要合併 這樣子 OK 那我記得尺寸會差十倍 但不管 我們先出去 這不是重點 先出去 到next裡面 我們把檔案 匯入 import 匯入 桌面 OK 我看是在 buzz call 這裡 好 obj 開啟 就直接開進來 好,這模型就進來了 對不對 模型進來是小事 你看它預設值 它看起來是合併成一個 我剛剛沒改 好,沒關係 那 你把這個模型全選 然後直接去加一個 onward uvw open uv editor 你看喔 我只要按一下pack 打包 就全部包好了 等於說 你一開始在畫2d的uv的時候 2d的板塊的時候 它就把你當uv再用了 所以你這個地方 就算是等於把uv直接的輸出 所以你只要在3d max裡面 重新pack那次uv就通通成立好了 就很簡單 這一塊之後 其實我覺得做衣服來講的話 它的確是會比其他軟體簡單 所以你在現在 包括好萊塢他們做衣服的3d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這套在做 那只是說看你對縫紉這件事情的觀念 可以詳細到多好的程度 這樣子而已 好回到我們的角色上面來 我們的角色上次我們有講過 怎麼縫衣服 首先我不需要那麼高的面數 我可以把面數先降低 好我可以把面數先降低 好這樣低了之後 這個東西是我最低階 0接1萬8 好我就把這個東西輸出 export selection 把我選取的物件 選取這個物件做輸出 輸出一個 我的 我這邊輸出一個1206 OBJ 我如果是OBJ 我不出FBX 然後我再到Napbox裡面去 重新開始 好這邊我已經存貨了 好重新開始了以後 我要把角色讀進來 其實我會 我這樣看吧 我先把它關掉重新開 這樣看比較有感覺 好 那它一開始一樣 它都會先讀入虛擬模特 好關掉 好我不要虛擬模特 就把它砍掉 我自己要我自己的虛擬模特 所以我重新開始 直接去導入OBJ 這邊有導入 就import導入OBJ 去導入你的1206 虛擬模特 OK 好這個模型就進來了 那模型進來了 這邊也會有參考圖片 有參考圖片的話 你就直接拿著這個 去畫它的衣服的形狀 好 比如說我現在要畫 幫它畫一件 那個 那個吊嘎 那我就直接用畫線的方式 這個用多邊形 從這邊直接畫 點選 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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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這邊好了 我畫一半 到這邊 點一下 在最後點上來 那 這樣點很low 所以我需要還有曲線的話 我就用這個 曲線編輯 把這個 這樣拉一下 這樣拉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拉出它的 衣服的曲度出來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OK OK 好 有這樣的版型了 我就把它 來先同步一下 要同步的嗎 沒差了 好 我們就把它直接同步 同步了以後又鍵 欸 靜向黏貼怎麼不見 好啦 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拷貼貼上好了 複製 對稱黏貼 這邊有個對稱黏貼 按一下 好 這樣子 OK 這樣子 它只靜向黏貼我記得 它的好處是 我這樣直接拉的時候 它兩邊都會同時調整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不過 其實就算你直接貼也沒差 好 這個是正面的部分 那我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份 Ctrl C,Ctrl V 再複製一份 背面的部分 這樣子 上次縫過衣服 大家都知道怎麼縫吧 對不對 怎麼縫 我們把這個 先移動到後面去 記得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旋轉180度 移過來 好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太小 沒關係 我們先縫 那就直接開著縫線 一個 接著 一個 這樣對到了 一個 接著 一個 好 中間的 這樣對縫 對縫 內側的 這邊對縫 好 這邊 對縫 可以吧 OK 好 模擬囉 好 看起來有點撐太大了的感覺 對不對 那怎麼辦 簡單來說這已經變緊身衣了 雖然說也不錯 就凸顯肌肉的感覺這樣子 好 那可是很明顯的 這塊布怎麼樣 長度 不夠 長度不夠怎麼辦 長度不夠 你就直接拿著邊線這個地方 直接選這個邊線 我用Shift的加選 好 沒關係 對稱擺變的話 那就直接選好了 好 直接這樣拉 加長它 加長它 我在模擬喔 我一邊模擬它就會一邊加長了 一邊加長了 好 那我這邊也加長 好 那這邊開始垮下來了 有沒有 好 腰間也太緊 那就把腰間也擴張 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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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越來越鬆了 有沒有 好 看不清楚 因為它是白色的 沒關係 我先把它擴張一下 這邊我先擴張再多時間 你可以看得到的意思 它可以直接就一邊調 它就一邊再放鬆 有沒有 效果就會一直出來 那折皺的效果也會一直出來 那 像這樣子的縫合 看得懂的意思嗎 好 為了方便辨識 我這邊用白色看很難看 所以我在這邊 給它一個新的材質 在你的上面有一個織物 織物這個地方可以增加一個新的織物 織物是可以改變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它是彈性 或者是延展性 或者是彎曲性 但是那實際上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只要把這個farbic 換成我要的顏色 比如說紅色 OK 然後 我把這個布料全部選取 在它最下面這邊 應該會有織物這個欄位 把織物的這個部分選成farbic 它就是紅色的 這樣看就看得出來了 這樣看懂意思嗎 OK 好 看樣子這個釣竿太寬了 所以我們可能要再往裡面再拉一點 就用這個 再往裡面拉進來 拉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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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進去 拉進去 動刷點好了 用織線 你可以看到它底Max很方便的一點 就是它可以隨時調 這樣就可以調整 你也可以從這個地方直接這樣拉 比如說我肩膀肩帶要拉高一點 你就直接這樣拉 拉高一點 好 那這邊有點太寬了 看樣子可以再縮緊一點 再把這個看看 要怎麼縮緊 太長了 所以拉回來 或者是把這個點 再拉高一點 這樣看起來有好一點 這樣看得懂意思嗎 慢慢修就可以了 你的布料就可以慢慢的縫到你要的效果出來 我覺得這一套 就相對的比Max那個好多了 Max那個你調好一次 你就要重新改 全部都要重新改 很討厭 那這個東西你一邊調 它就一邊模擬這樣子 很快就可以縫合到你要的效果 可以嗎 拿你的角色來試看看 如果你沒有角色 你要拿我的角色也可以 這樣 你自己試著先去縫合一件衣服 或者是褲子試看看 等一下我們再幫它縫袖子 把袖子縫上去 你至少先把吊嘎能夠縫出來才有袖子 對不對好不好 好 來先切完給各位